你曾说运用十年的寿命以及所有的精绪 换一次中国队挺进世界杯的机会 但当女卒挺进世界杯 谁知道在对阵丹麦的赛前表示 女卒与丹麦存在实力差距时 你却在评论区留言 还谁知道呢 和当年的卡秀圈一样走 当女卒0比1小幅丹麦时 张丽艳复刻梅西明场面 一维五的突破 你只字不提 你只会在女卒姑娘们 因为自责而流泪的视频下 质疑王霜的核心地位 只责谁知道为什么不上朱玉 上徐婚 全人不知 那时朱玉的伤势还没有康复 并且不久之后 王霜就用遗迹妙传 挽救女卒与水火之中 但你从不会在意这些 你只会在女卒伴场0比0海地时 在评论区打出铿枪玫瑰后 上床睡觉 虽然在第二天 你打开手机发现 王霜用罚球使得坚毅眼神打了你的脸 但你并不会在意 因为此时的你 又成了绝对的女卒救命 并且还顺带嘲讽了一波男卒 或许在现实生活中 你总是私命楚歌 但在网络的世界里 你永远是生长